民进党总统初选参选人赖兴德 壮大台湾车队游行 第二天来到中台湾 在云林出发还帅气逼人 但站在扫街车上一整天 疲倦藏不住了 尤其越往北走天气越差 赖兴德的眼睛也红了起来 一路北上 有时候会下大雨 有时候会出大太阳 同时如果跑在比较 郊外的地区 还有一些沙 另外还有一些小虫 所以眼睛的确是有一点红 不过没有关系 我有点点药水 天气呼雨呼擒 赖兴德穿着轻便雨衣 还是坚持走完车队游行 毕竟没有行政资源 只能靠自己一步一脚印 但初选规则变变变 也让部分人士很不满 登报挺赖 也大力批评蔡英文 用诈述操弄初选 是台湾支持 我一直很感谢 社会各界对我的支持 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性竞争 虽然过程当中 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波折 但我都勇敢面对 希望来场理性竞争 但政坛不少人却不看好 还认为如果初选民调结果 在5%差距之内 民进党有可能在全代会 祭出霸王条款 直接征召蔡英文 所以敬请全国父老乡亲 能够全力支持我 把差距打打 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赖清德从南扫到北 不论是在主场台南 民众夹到欢迎 还是在台中 临着蟹雨 赖清德都要奋力一战 华民新闻 红世诚 郭艳婷 黄韵诚 台中报导